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压力和退步 其实有烦恼就是你在向后 才在向前进步 因为当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 实际上给他更大的精进力 让他知道学佛不容易 想一想我们多少人过去也没想到要学佛 过去也没想到应该怎么样摆脱自己的烦恼 但是学佛之后又烦恼了我们不怕 我们一直往前走 我们精进学佛 我们精进努力 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人间思维的高境界 所以我们能够策悟本性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人懂得了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和救度众生 所以当一个人还懂得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就会活在快乐当中 当一个人看见别人都很可恶的时候 他就活在了失望当中 我们人只要学佛 只要心中有佛 纵然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你 但是你的心依然不会寂寞 因为你的心中有着全世界的众生 学佛我们不是害怕死亡 也不是害怕我们守戒 而是得到一种发喜 因为当一个人能够彻底的喜悦 当一个人能够彻底的摆脱自己的烦恼 他就是活在了一种快乐的心灵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